要打包的过来 要打包的请过来 才刚包完一盆 紧接着又来好几处 老板忙着包兰花的手 没停过 春节前最后周末 花市涌进大批人流 抢着买花 装点居家 好过年 家里都要花 花团景处啊 才会很喜气啊 当然过年贵一点点而已还好 买了银柳 因为老板说可以放比较久 有可能会想要看一些 比较喜气颜色的 过年热门花卉 像是蝴蝶兰 象征吉祥富贵 还有像是银柳 香水百合也很受欢迎 买花的人潮 粗估比平时多了五成 也因此小盆兰花 价格小幅为涨 漂亮的话 可以放久一点的价格 有比较上涨一点点 如果真的要比的话 可能两成吧 大概可是就是过年时间 今年什么物价都涨了啊 兰花涨一点点 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买花过年 沾喜气也不能忘记打里门面 不少人赶着美容美发 除就不新 热水冲上 月室洗头专人服务 超享受 脸部保养 包括敷面膜 刮胡渣 甚至到洗脚按摩服务 统统都有 90分钟一条龙服务 全都包办 他刚刚今天有位置 我就赶快跑过来了 过年一定是冷 一定是冷很多 就怕过年期间 生意太好 难预约 业者保证 春节期间 就常营业 只不过五天期间 服务要从1500元 调涨200块 有跟客人讲说 可不可以多了200块 给员工 因为他们是辛苦 过年没有休息的 所以这个是客人蛮接受的 一年一度农历春节 掌声响起 从美发到美甲美容服务 民众多掏点钱 让自己新的一年 可以龙光焕发 近新闻 各位新闻 沈明杨 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